MELODY 早晨 有意思 你好 我是Vivian 溫維恩 又來到星期五的MELODY 一週All In 今期我們繼續有時期評論員 洪偉祥律師 洪律師早安 Vivian 早安 所有聽眾早三好 這個星期我們要討論幾個課題 其中一個就是關於我們國防部的 這個濱海戰鬥艦的項目就是LCS 近期真的太多太多的人想要知道 那個真相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關於這個LCS的濱海戰艦的醜聞 其實我們說政府已經向承包商 莫時的Bosted Holdings 海軍的造船廠 私人有限公司就說他們已經支付了 60億8300萬令吉 可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沒有見到任何一艘的戰艦的踪影 可不可以先來跟我們解說一下 關於這個LCS項目的一些進展好嗎 其實這個案件它的背景是蠻複雜的 在我們在談它的進展之前 必須先了解一下它的背景 它是11年前 2011年還是國政座政府 當時的國防部長是 Ahmad Zahid 也就是現在的巫通主席 他當時是國防部長 他就馬來西亞要製造採購這個LCS嘛 也就是濱海戰鬥艦 所以當時就以直接頒布合同的方式 交給了莫時的海軍造船廠 私人有限公司 但是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第一 2011年簽署了之後 2014年才真正的簽署合同 所以2011年談好 頒好 給了定金之後 你2014年才簽署合同 所以本來預計2017年要交的船 變成就延遲到2019年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也是第一次延遲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所製造的戰艦規格 到底是要什麼規格 這個就很起人疑鬥了 因為海軍所要求的 其實是荷蘭型的SigmaLCS 但是 Ahmad Zahid一開始 他跟這個Mostik就是莫斯德公司談的時候是同意Sigma的 可是在Sigma游說了Zahid之後 Zahid在三天後就優登轉去使用Golwine 這個法國的戰艦模型 而且這個法國的戰艦模型 其實就是涉及好幾年前 阿旦都亞這個海軍軍購避案的公司 所以這是第二個起人疑鬥的地方 為什麼你要忤逆海軍的意願 然後在短短三天時間內就把本來已經決定的Sigma戰艦 從荷蘭的改為法國的 這是第二個起人疑鬥的地方 第三個起人疑鬥的地方是我們剛才說 海軍其實認為你轉換了模型 你轉去Golwine模型之後 其實是不符合我們的實際要求的 我們要荷蘭的Sigma 當時的海軍總長 他是我沒記錯是2009年到2015年的海軍總長 他連續寫了19封信 聽清楚19封信來抗議這個事情 結果全部都死沉大海 所以海軍總司令Abduaziz 他這樣子強烈的抗議 也得不到任何的回應 這是第四點起人疑鬥的地方 可是現在看起來就是把這個責任的球 就丟來丟去 因為有一個說法就說到我們前首相納吉 而導致這個戰艦無法順利交付了 原本就在2019年的時候就應該要交付完成的 可是納吉也就回應說 當初其實是因為西盟 他們推迟還有凍結了大馬皇家海軍的項目 所以他們現在也說到西盟根本沒有立場 去指責他們導致這一戰艦無法順利的交付 那你覺得這些所有的理由 他其實罪魁禍首又應該是在誰身上 很明顯罪魁禍首必然要負起最大責任的 是阿曼薩壁時任國防部長 他必須出來交代 為什麼你要從荷蘭型號轉去法國型號 而且是在海軍極力反對的情況下 你還一意孤行 這點你一定要出來解釋清楚 然後第二要負責的人 負上最大的人 其實就是納吉本人 因为他是时任的首相 他一直当首相当到2018年 阿玛·Zahid当财政部长 只当到2013年 我没有记错的话 2013年之后 就是纳吉的表弟 Hishamuddin也是现任的国防部长 所以2014年签合同的时候 是Hishamuddin代表国防部去签的 所以当你的政府 做出这样子的决定 而且海军总司令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他确实有写信给首相 写了两封信给首相 你作为首相 去纵容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很明显 你必须负上责任 而且首相的权力很大 财政部也在他的管辖之下 所以罪魁护手肯定是这两个人 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 很靠近大选 然后舆论上也炒作的很智烈 因为为什么这个课题到现在 才会浮上台面 是因为工葬会的研究报告 调查报告 他们传照了相关人士 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 刚刚公布嘛 油工葬会主席黄佳和公布 公布了之后 大家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弊端在里面 然后这么多年来 竟然是没有人为这些弊端来做出任何负责任的举动 所以才炸开了我 所以现在你看首相 现任首相沙比里马上甩锅 不管我的事情 那时我不在国防部 那时我也不是高层领袖 那我会解密相关的文件 然后要求总检察长 要求反贪会尽全力去抓出罪魁祸首 你看沙比里马上就甩锅了 所以很明显 罪魁祸首是纳吉·扎希跟国阵政府 但是希盟也不要高兴的太早 你看纳吉最厉害就是转移焦点 转移视线 你看他把球转移到2019年 刚才我们有提到的 希盟有暂停叫停这个计划 因为他们发现给了这么多钱 进度却跟不上 我们给钱的数目 跟你实际的进度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而且你已经远远超出预定的时间表 所以希盟进行调查就有延迟 你看这明明是一个好事 希盟去调查 但纳吉却可以把它本末导致 说成是你导致延迟的 但是希盟也难辞其咎一点是什么 你没有解决嘛 在你任内这个问题 你没有解决 当时的国防部长跟副国防部长 你们有联合出文告 来说要调查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在你们做国防部长 做国防副部长的时候 这个事情没有摊开来 在太阳底下让人民检视 让相关部门去调查 像万人DB一样呢 所以希盟也有做到不到位的地方 但是我们要知道罪魁祸首是谁了 可是希盟也许他们就有自己的说法 就是想说我们其实是有心要做 只是短短两年的时间 我们也不足以去做这么多事情 政府就被推翻了 也许他们就会这么说了 那既然说到可能我们的 这个今年的大选就很快会发生了 那这个丑闻又会不会像 以前的这个1MDB掀起一大风波呢 稍后来我们再请洪律师分享好了 守着Melody 早上你好 我是Vivian 万万一一 今天是Melody一走all in 继续要喜喜评论 云洪伟祥律师 洪律师早安 Vivian 早安 所有听众早上好 好 我们继续说一说 关于这个LCS的滨海战舰的丑闻呢 那刚才呢 也解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关于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很多人说 今年的这个全国大选呢 可能很快就会来临呢 那你预测啦 会不会像以前 1MDB这样子 去给各大政党呢 作为这个筹码来掀起一大风波 那到底又有利于谁 哪一个政党 西门肯定会大力炒作这个课题 我们也希望他大力炒作这个课题 因为我们要让在里面的涉及者 不管是谁拿到好处 把我们的明知明高 这样子来乱花 而且你建造出来的东西 不是海军要的 就证明 其实你这个钱是丢进大海里面 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总司令写了19封信 你还可以这样罔顾海军的意愿 这些人一定要面对相关的制裁 所以希望西蒙大力的炒作 但是会不会延烧到现在的国阵政府 成为西蒙得胜的一大助力 比如2018年的1MDB 就是西蒙能够入主布城 其中一个最大的助力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 因为跟现在的政府没有关系 就像西蒙如果现在在炒作1MDB 对他们的选情 其实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小1MDB 而他的罪魁祸首像我刚才说 Zahid纳吉现在也已经是案件缠身 都有几十个案件在法庭走着 有些已经下判了 在上诉的程序 有些在未来一两个月也会下判 所以这个课题延烧出来 最终你说会伤害到巫统 我觉得反而不会 可能巫统还会因此拿到一些credit 像Sabili 他们很快 近乎是马上的 在这个报告一公布的隔天 就说好 我们马上会调查 我下令总检察署跟反贪委会 一定要全力调查 他这样子讲 还引来林冠英的调侃 林冠英调侃什么 林冠英调侃讲 还要首相特别下令 那是不是总检察长 跟反贪委会之前没有做事 现在要首相来特别下令 所以你看 当你这样子去指责 其实你是在称赞Sabili 然后你指责总检察长 跟反贪委会的主席 而这两个人是谁委任的 是慕尤丁所委任的 所以你看到吗 如果Sabili操作的好 这可以是他一个重大的政绩 而且是他可以表明立场 我巫统出身 虽然我的同僚贪污腐败 我的同僚有滥权 但是我不会包庇他们 我会为人民 我会向人民交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Sabili摆出这个立场 所以Sabili可能才是最后的得意人 如果你有这样子来看 好的 那接下来 下一段我们再了解一下 在这个星期 其实我们也看到 说到国盟好像想要撤回 对于我们的首相 Ismael Sabri的支持 因为在之前的副首相的分配的话 其实就没有说到做到 所以就引起了这样的一番争论 那上回来我们再了解一下 如果真的是国盟策回 对于支持的话 是不是就代表国会就会解散了呢 上回来我们再请红律师分享一下 首者Melody 在上个星期的周末呢 就已经听到了相关的一些消息 一些新闻就流传 讲说如果真的是国盟策回 对于我们现任政府的支持的话呢 其实就代表着政府就会解散国会 可能我们的这个全国大选呢 就很快的就要进行了 那以首相Ismael Sabri如今的这个势力 还有国盟的概况来说呢 其实国盟是不是真的会撤回 对于政府的支持来促成国会解散呢 你觉得 绝对不会 我的答案很直接 很斩钉截铁 就是绝对不会 如果Ismael Sabri我们的首相 他解散国会大选 他的原因是他想大选 他跟巫统终于谈成了 谈好了 决定好日期 而不是因为任何人撤回对他的支持 我们首先讲国盟 国盟其实跟西盟一样 在现在是很怕国会解散的 我们看西盟甚至可以很丢脸的 我用丢脸这个字 因为是真的很丢脸 很丢脸的去跟巫统 跟Sabri说MOU还没有到期 如果到期了 我们可以签MOU2.0 但是人家明明在好几个月前 就已经跟你说 不会有MOU2.0 MOU到7月31号就完结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脸皮要这么厚 因为害怕大选 他们还没有完成整合 所谓的大帐篷 要还是不要 都没有一个清楚的立场 要不要断掉跟土团的谈判 断掉跟伊党的谈判 要不要断掉跟巫统的谈判 都没有一个清楚的立场 所以西盟不改大选 国盟同样是一样 从马六甲 从柔佛来看 国盟其实是死路一条的 而国盟本身 尤其是他的主干政党 土团 在来届大选 大选一到就等于是他的死期来到 这是我们很早一两年前 就已经公开分析过的事情 所以你看最近越来越多人 退出土团 包括柔佛州 包括雪兰娥州 都有退出土团了 然后去跑加入了西盟 或者是回去屋头 所以土团是一艘下沉的船 因此他是最怕大选的政党 跟西盟一模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2020年 喜来登政变之后 当时慕尤丁一直对外宣称 我们不怕大选 我们马上大家准备好 我们8月的时候就要大选了 结果都是空话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他不敢撤回对政府的支持 因为他没有信心面对选举 你看本来说 哈姆萨·赊努丁在上个礼拜四 要见首相谈 这个副首相人选 结果首相放他飞机 那哈姆萨·赊努丁 有发表什么愤怒 什么不开心 什么我们会采取一些行动来反制 的行为吗 没有 不止没有 在隔天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之上 哈姆萨·赊努丁还出席内阁会议 就从这里就看出 国盟是不敢撤回对政府的支持的 但是我可以断言 如果沙比利真的解散议会举行选举 国盟土团会继续骗 他们会忽悠人民说 你看是因为我们撤回 我们拉倒政府 因为他这个错那个错 所以我们拉倒 但实际上根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国盟没有这个胆量 现在我们看到首相 感觉上对于国盟的强硬 还有非常潇洒的态度 其实感觉上他已经不需要再看国盟的脸色了 是不是真的是要抱着一拍两散的姿态上战场 接下来 其实也不是一拍两散 威远讲的很对 沙比利是肯定完全不给脸 给土团了 其实不是国盟 最主要是土团 因为伊党其实是比国盟还来的强硬的多的 因为伊党他靠自己的基本盘都可以赢下18个国会议席 然后现在在三个州属执政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去担心大选 伊党你大选来 早来迟来 我的基本盘都在那里 所以最主要国盟里面害怕失去权力的 最主要还是土团 而伊党沙比利 他现在用这种态度对土团 包括之前捧着他做首相的慕尤丁 可以说是他恩人 要见他等两个礼拜都见不到 然后还要说我跟首相要求副首相职位不被接受 还要说他还要出示证据 说我们有签署协议 如果你做首相就要给我们副首相 还要叫伊党的总秘书 打给尤丁出来作证等等 其实这些都显示你土团的衰落 你土团的没有用 所以慕尤丁这样子公开来 其实是把自己的丑态 把自己的无能为力 给放大 给公众检视 包括现在 汉扎仔努定就厉害的多了 他被沙比里放飞机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 因为你越说就越丢脸 因为你都不敢 用木油丁的话 就是得干不当 你根本不敢 所以你还是静静比较好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沙比里根本不需要去管土团的态度 因为土团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这也是为何 书来达在退出土团三个月后 你看到今天他还是部长 我们之前的分析完全全部都中 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土团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沙比里他根本不需要考虑土团的立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沙比里不管土团的原因是 本来大选就要来了 所以既然大选都要来了 我也必然会跟你成为敌人 在大选我是不可能跟你合作的 巫统是不可能会让大量的席位给土团 土团也不可能承认自己是小弟 只竞选十来二十个席位 不可能 这是一个死结 所以沙比里也知道 大选一来 我跟你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既然我们注定是敌人 而且我们要成为敌人的日子 已经越来越近了 那我为什么还要巧言吝啬 还要假装跟你很friend很友好 所以不需要 就是这个原因 大选近了的原因 可是像我们说 在这个政坛在政治的战场上 没有永远的敌人 就好像下一段回来 我们来把这个焦点放在行动党好了 因为早前行动党的秘书长陆赵甫 就有说过一句话 讲说行动党不排除和巫统合作 就引来了很多人的抨击 说到行动党现在完全没有底线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稍微来我们再聊 守着Melody 好 现在这一段 我们就把焦点放在 行动党的秘书长陆赵甫身上 事关早前他在网络的媒体访问 就曾经说过 行动党不排除和巫统合作 虽然之后在他的直播节目当中 就产民不排除与巫统合作 只是大选之后的其中一个情景的规划 可是依然受到很多人的抨击 说到现在行动党怎么会这样子 没有底线 你怎么看这个局面呢 首先我不认为陆赵甫有讲错话 因为现在 其实你说火箭是真的 跟西蒙 结盟 跟公正党在合作 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愿景 像2018年一样 是吗 大家思考一下 其实事实上根本就不是 你看 年最基本的logo 年最基本的 要不要跟巫统谈 年最基本的立场 双方都有根本性的冲突 包括最近 比如雷神的电影被禁 然后比如一些 触及我们穆斯林权益 比如啤酒节 你看只有行动党在出声 本来应该代表开明 进步改革的公正党 根本都没有去抨击 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表面是在一起 但其实内部是根本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所以是贸合神离的一个组合 既然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 那大选之后 其实是什么可能都有 可能巫统就只差三四十席 而这三四十席 GPS不愿意给他 你行动党可以给他 那如果行动党 他可以开出的条件 比如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你要公平对待各主 这个条件 巫统可以接纳 那你有什么理由 不去接受巫统 所开出的条件呢 很简单的道理 这就是我一直所想的 政治人物也好 政党也好 其实他只是工具 他不是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 马来西亚变好 马来西亚人民安居乐业 为了全民的福祉 谁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就支持谁 如果巫统他突然变了 他突然有这样子的想法 他想要我们公平了 我们要开放了 我们不应该 再指示马来人至上了 当然可能性很低 但是有可能会发生 如果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难道不合作吗 所以千万不要把话说实 在政治里面 千万不要把话说实 像2016年之前 1MDB在2015 2016年爆发之前 谁会想过 林吉祥可以跟马哈迪 站在一起 站在同一个阵线 根本没有人可以想到过 同样的 喜来登政变 谁可以想到 一直安分守己 当老二 辅佐年纪大的 马哈迪来创党 创立土团党 马哈迪才是土团党 真正的建立人 慕尤丁是辅佐他的位置 这个辅佐的人 会突然背后插一刀 把整个党抢过来 甚至开除这个创党元老 没有人可以想到 所以政治是可能的艺术 一切皆有可能 那你就不能把话说实 所以行动党说 我们现在 绝对不会跟武统合作 但是选后什么情况 我们不知道 到时如果他能符合 我们的agenda 就是符合我们的议程 我们是agenda based 那可以合作 其实这个是没有错的 Safi 明星党的Safi 之前也讲过一样的话 他讲一模一样 就是现在 我们得到的民意委托 我们得到的mandate 是要反巫统 反盗贼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跟巫统合作 但是下一届大选 我们自己出来竞选了之后 我们得到的是新的mandate 给我们重新选择的mandate 所以到时我们也可以看 谁开出最好的条件给我们 我们就跟谁合作 跟谁结盟 所以这是一个政治现实 陆兆福没有说错 Safi没有说错 但可悲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西蒙或行动党的支持者 大力批评后者 就是大力批评Safi 可是对陆兆福讲的话 他们又表现出另一种态度 这个就是妥妥的双重标准 我希望大家不要双重标准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不要因人而异 这是不对的看政治方式 那既然都说到这了 从更加客观的角度来看 究竟政党之间应该是选前结盟 还是选后结盟 更加有利于现在我们马来西亚的 这个政治发展 这个Vivian问的这个问题 其实下个星期六二十号的时候 我们在吉隆坡就有一场辩论表演赛 就是专门讨论这个变体 是选后结盟更好 还是选前结盟更好 我自己认为是选后结盟更好的 为什么 就是刚才讲过的 我就不重复了 因为现在每一个联盟 其实都是貌合神离的 表面上合作无间 底下却是你看我我看你 而且是刀刀剑骨 你看西盟是这样 刚才我们举了西盟做例子 国盟也是一样 一党首属两端 一下跟巫统合作 一下要跟土团合作 然后标志也定不了 这是一个正常的联盟吗 然后国阵历史最悠久的联盟 但是你想一下 它有稳固吗 巫统还在心心念念 而且大选之后 2018年第14届全国大选之后 这个统治我国超过一甲子 超过60年的联盟 竟然马上就分崩离析了 14个政党 一夜之间就只剩3个政党 3个创始政党 而且3个创始政党 包括马华 马华都一直在探讨 说我要退出国阵 甚至我要开除巫统 把巫统开除出国阵 所以你看整个政局 在2018年509之后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联盟 他们已经没有了主心股 然后也不是像以前 有同一个愿景 同一个目标 我们是真的觉得这个联盟好 我们才一起加入进来的 其实不过就只是利益而已 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 来自史记 一本很著名的史书 史记 或直列传篇 里面他开篇 第一句话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亡 兮兮嚷嚷都是为了利益 天下是都为利益 包括政治 更是为了利益 重中之重 利益对他们而言 所以什么联盟 根本在利益面前 完全是不堪一击的 既然是这样 那当然是选后结盟会更好 至少你可以根据利益来做出妥协 而不是在选前做出虚假的结盟 然后选后 你要维持这个虚假的结盟 又不能去跟对方谈 然后就造成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政府一直在换 政府一直不稳固 所以选后结盟 大家把牌摊开 你有什么牌 我有什么牌 我们要怎么样合作 才可以拿到最大的利益 那才是2018年之后 经历西莱登政变之后 马来西亚政治现状最好的情况 像洪律师所说的 政治就是充满无限可能的艺术 当然我们也希望所谓的利益 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主 而不是其他的 今天非常感谢洪律师 在我们Melody一周all in 分析了这么多的课题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守着Melody 谢谢Vivian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